为了延缓中共肺炎疫情传播 美国人被迫待在家中 更多非关键企业关门歇业 截止到3月28号当周 首次申领失业金的人数 激增至664.8万 而此前一周的数据经过重新修订 也从328万提高到331万 专家们普遍认为最糟糕的局面还没有到来 预计未来几周 美国的失业数字还会增加数百万 受悲观数据的影响 美国股市周四全面小幅低开 如果疫情不能在近期得到缓解 全国封闭的状态持续下去 国会很可能还将寄出更大规模的救助计划 然而很多小企业或许已经无法支撑更久 为及时挽救受冲击最严重的餐饮 娱乐等企业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发表推文 敦促国会尽快通过早已经提出的企业减税法案 新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总统川普周三发表推文 感谢观看